男人为了防止妻子出轨 竟每天都在妻子脚上拴一根几厘米长的麻绳 这样妻子走路时就只能艰难地磨着小碎骨 从此再也迈不开腿 白天泰迪出门工作还会将博美反锁在房间 让她没机会接触任何人 可即便这样泰迪每晚回到家还是会仔细检查 她靠着敏锐的嗅觉就能闻出妻子有没有背叛自己 即便妻子忠贞不渝 泰迪还是会残忍地对博美实施暴力 女儿每晚都会在隔壁房间听到母亲气惨地哭叫 可这样的日子女儿早就成为习惯 甚至认为父亲的行为再正常不过了 她不仅从来没觉得父亲有什么错 反而非常崇拜和仰慕父亲 因为父亲一人辛苦赚钱供养全家 她觉得父亲非常无私伟大 所以父亲即便心情不好对母亲动手那都是理所当然的 博美深陷命运的苦海 可她最悲哀的不是泰迪的暴力 而是连亲生女儿都不能关心理解自己 长辞以往经受折磨 博美的脚踝上被勒出一条深深的血液 精神上日复一日的摧残让她逐渐产生逆反心理 反正出不出轨都会被打 那她干脆就来斟打 于是博美和家里的黑人小公在一起了 她隔着房门与小公暧昧 并且在黑人的帮助下搞到了安眠药 她决定永远离开这个令人窒息绝望的家 晚上她趁丈夫喝下安眠药睡死过去 就赶紧来到女儿房间将女儿叫醒 她想要带着女儿一起走 这个世上女儿是她心里唯一的软肋 博美伤心地来到女儿身边问她为什么这么做 女儿并不想听母亲倒苦水 反正她觉得有离家出走的念头就是错了 还拿起玻璃酒瓶堵在门口威胁母亲 就在这时昏睡的泰迪被吵醒了过来 从女儿口中得知博美想逃走 就再次准备对博美实施家暴 她将毛巾放入冰水桶 然后一下一下抽打在博美身上 博美发出痛苦的惨叫 可女儿却在隔壁冷漠地看着书 还时不时地哼一首小曲 似乎是在庆幸的自己伟大的壮举 要不是自己及时叫醒父亲 恐怕母亲就要永远离开这个家了 过后博美被抽得遍体鳞伤 可身上的伤痛远远比不上女儿的行为 更让她痛彻心扉 黑人小公连续几天都没有见到博美 她十分担心博美会不会被泰迪给打死 便主动询问泰迪 没想到两人的对话全都被门外的女人偷听到 她并不知道母亲和黑人有那种关系 只是怀疑黑人基于自己母亲 为了让黑人得到惩罚 她居然开始造谣黑人与母亲的奸情 女孩故意在父亲面前说出母亲与家里的黑人小公油染 还编造出母亲想离家出走的那天黑人就在外边接应的谎言 而她之所以这样抹黑母亲 只是为了让父亲对母亲更变本加厉的严格管控 并且希望父亲能好好教训小黑一顿 殊不知就因为女儿的刻意抹黑 即将制造出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 泰迪没想到她天天给博美脚上拴麻省 还经常把她反锁在家 这种情况下居然还能出轨 愤怒的泰迪对两人起了杀心 她大半夜以搬东西为由将黑人骗去荒郊野里 刚来到这里黑人就看到已经被泰迪绑架的博美 还没反应过来泰迪就当着博美的面打死了小黑 正当泰迪准备解决博美时 没想到命大的小黑刚才只是晕了过去 为了帮助博美脱离苦海 她当场将泰迪置于死地 然后两人一起将泰迪抛尸在这荒山野里 女儿一连几天没有见到父亲 每次她问博美父亲的下落 博美总是含糊不清地应付女儿 女儿怀疑是博美联合小黑害死了父亲 因为就在她告诉父亲两人的奸情的那天晚上 父亲带着小黑骑车出去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而且碰巧那晚母亲也不在家里 自从父亲消失后 女孩经常看到母亲大摇大摆地走进小黑的房间 让她更加坚信了心中的猜想 她固执地认为就是母亲为了和黑人在一起才杀了父亲 却从没站在母亲的角度想过 这些年母亲过的究竟是怎样凄惨的生活 她看母亲的眼神逐渐变得冰冷恶不 母亲不再是母亲 而是她的杀父仇人 因为从小到大在父亲的影响下 母亲毫无地位可言 女孩也从来看不起自己的母亲 甚至认为父亲辛苦赚钱养家 就算对母亲拳脚相加那也是理所当然 她唯一爱的人也就只有父亲 父亲的失踪对女孩来说无疑是十分沉重的打击 直到这天她意外听到了母亲和小黑担心尸体会不会被人发现 女孩这才确定原来真的是这两人杀了自己最爱的人 一股强烈的仇恨涌上心头 女儿决定要亲手替父亲报仇 她将自己带入了父亲的角色 想象着如果父亲还活着 她会怎么做 女孩亲手绑架了自己的母亲 只为了代替死去的父亲惩罚母亲出轨 博美躺在床上痛苦的身影 她从没想过亲生女儿居然会这样对待自己 很快博美的声音吸引来了小黑 小黑小心翼翼地走进房间 就看到被五花大绑的博美 刚准备上前营救 博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女儿 像一个小恶魔一般将小黑活活打死 随后女孩将小黑的尸体拖进猪卷 准备让饿了三天的猪帮自己毁尸灭尽 紧接着女孩又回到房间 她学着父亲的样子端来一桶冰水 再将毛巾禁尸 博美看着眼前的女儿行为举止 竟和丈夫一模一样 就知道接下来自己将面临什么 她心里感到无助又悲哀 随后女孩当场还原了一次 父亲暴力殴打母亲的场景 直到把母亲折磨得奄奄一息才觉得解气 冷静下来的女孩想给母亲喂点水 这才发现母亲已经咽了气永远离开了自己 最后唯一的亲人居然被她活活虐死 不过女孩根本不在乎母亲的死活 她只在乎自己有没有为父亲报仇 只在乎母亲到死也必须要为父亲坚守复道 之后女孩冷漠地来到镜子前 她剪掉了自己的长发 替成和父亲一模一样的地中海发型 先是学着父亲的样子躺在博美身边 然后又搬了把椅子坐在门口 替父亲完成她生前每天必做的事 这一刻她将自己彻底带入了父亲的角色 就这么守在门口死死监视着博美 只为让她永远逃不出自己的手掌心 一个年幼的孩子居然完全复制粘贴了父亲的凶残暴力 成为助纣为虐伤害母亲的帮凶 由此可见一名父亲在生活中 对孩子潜移默化的影响力有多大 父亲长期的不良行为可能也会摧毁孩子的一生